现在的家长普遍会遇到一个孩子的学习问题 什么学习问题呢 就是孩子很聪明 但他却没有学习动机 在我的教育真相这一本书里面呢 曾经有讲到 如果要增加一个孩子的学习动机 他必须要有五个元素 第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有创意 第二个元素呢必须要有变化 第三个元素呢他就要有趣 第四个元素就是孩子的学习要有成就感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孩子学习如果要有动机 他的学习就必须要能动手做 今天刚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带大家来看看 如何增加孩子的学习动机 这一个是在这里的身体平衡感 其实呢身体平衡感跟大脑的学习专注力很有关系 小朋友呢要利用这个杠杆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呢 去调整到两边可以平衡 而且可以让他旋转 一个孩子呢在这种动态的游戏学习里面呢 其实可以启发很多的学习东西 哇这是一笔画的创意跟创造力耶 还是想象力真的非常非常丰富 给他一个主题或者是不要给他一个主题 他都可以创造很多的东西 我现在在引导他们做一个台顶世界 这是什么 章鱼 章鱼 你还请自己啊 来自己啊 来自己啊 这样子一直挂 创造力呢真是在生活中呢垂手可得的 甚至小朋友利用很多生活上面的这些小东西呢 做成了马戏塔的角色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让他有一个动态的艺术哦 谁说艺术呢只能静态呢 其实他是可以动态的 哇这样的艺术游戏课程呢 每个孩子都玩得好开心哦 透过动手做的这样的艺术课呢 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还有增加孩子的学习动心 也可以增加他的专注力 更能增加他的语言表达力哦 刚刚很多小朋友都问我说 老师你觉得我这是做什么呢 所以每个孩子在里面都很有自信的在里面表达 艺术是和同学习很好的理解 旁边陆儿童艺术工作坊 哇马戏团华山文创园区西市团 直到9月8号哦 下一档全新的主题 我的眼睛将在今年11月会公开内容哦 可以跟我一起期待一下哦 哇马戏团 一二三 一二三四 一三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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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